第八节 跌甲远利 跌甲远利很容易理解 关键是通过做几个题目 数量的掌握方法 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跌甲远利 就是说在这个电路当中 我们认为这个电速R3上的点6I3 I3是US1作用的结果 也是US2作用的结果 也就是点6I3 是这两个点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看跌甲远利的意义 在由多个点元组成的线性电路中 另一支柱的点6和电压 等于各个点元单独作用的结果 想跌甲 跌甲远利的应用方法是这样 分析M1的点元单独作用时 能将其他的点元去掉 怎么去掉呢 就是把点牙元去掉 就是将点牙元钻入 把点6元去掉 就是将点6元转开 比如说 我在分析这个电路中 点入I3的时候 当我们分析US1短度作用的时候 需要把US2这个点元钻入掉 在分析US2短度作用的时候 需要把US1这个点元钻入掉 在这个电路中 我要分析I1和I2 在US1短度作用的时候 需要把这个点6元转开 在点6元 IS1短度作用的时候 需要把这个点牙元钻入掉 这样我们使用了电源钻以后 我就可以 把一个 很复杂的电路 有多个电源组成的 很复杂的电路 变成了很多个 占电源电路 由于在一个电源的电路当中 我们用串定连的方法 就能够 求出电路中的电源和电路来 所以 使用了电源钻以后 就把点路的分析和计算很简单 简单了 现在我们通过理器来 说明这个电源键的应用 理器 1.8.1 是用电电源键计算 突实的电路 我们用电源键计算 电路中的电路 I1 I2和I3 怎么计算呢 我们先来计算 US1短度作用是 US1短度作用的时候 我们把US2这个电源去掉 把它钻入掉 这个时候 在US1短度作用的时候 参数的电路 我们叫I11P2 I21P2 I31P2 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点速的产名来电路 我们可以用反6公式 将能求出这个 这个直播电路来 我们先计算 I1P2 就等US1 除以这个 这三个电路 传名列以后的总的电数 是R1 加上 I2和I3 并列 把数据带号 三处电路是 6.16 两倍 这个电路 I1起2 然后 I2 就是R2和R3 这两个电数 对 I1起2 分6 就是R3 除以R2 加R3 乘上 I1起2 把数据带号 算出的结果是 3.36 两倍 同样 我们在计算 I3一片的时候 就是 I2和R3 分6 是 I2除以 I2 加R3 乘上 I1一片 把数据带号 5加 5除以 5加6 乘上 6.16 等于 2.80 两倍 然后我们看 US2 占做作用的时候 这个时候 把US1 去掉了 是 钻入掉了 点R1 钻入掉了 这个时候 的点R 我们分别叫 I1 两区 I2 两区 R3 两区 由这个点路 也是一个 简单的 产品 的点路 所以我们 就中点6 I2 一片 的时候 就是 US2 除以 I2 加 I1和 I3 并联的 处置 把数据 栽成 US2 94 I2 Volm I1和 I3 是 6 20 和 6 传出的结果 是 9.36 这个点路 然后 I1 两区 和 I3 两区 就是 I1和 R3 这两个点数 对 I2 两区 这个点路 进行分流 用分流 公式 算就行了 I1 两区 等于 R3 除以 R1 加R3 称号 I2 两区 把数据 带走 算出的结果 是 2.16 两区 这个点路 然后 这个 I3 两区 这个点路 就是 R1 除以 R1 加R3 乘号 I2 两区 这是分流 公式 把数据 带走 算出的结果 是 7.20 减倍 这样我们就算出了 这两个点 反应电作用是 在电路中 产生的点流 就 求出了 I1 一区 I2 一区 I3 一区 I1 两区 I2 两区 和 I3 两区 然后呢 我们把这些点流 接下 US1 和US2 共通作用是 共通作用是 这个I1 分个什么呢 大家看 I1 等于 I1 一区 兼取 I1 两区 为什么 减呢 就是 I1 两区 和I1 的方向 残酬方向 是相反的 把数据 代号 6.16 兼 2.16 等于 4 两区 这个点路 I2 这个点路 等于 I2 两区 兼 I2 一区 I2 一区 和I2 参考方向 相反 所以是 I2 两区 兼 I2 一区 把数据 代号 是 9.36 兼 3.36 等于 6 两区 I3 这个点路 就等于 I3 一区 加I3 两区 这三个点路 才能方向 就相通 所以 I3 等于 I3 一区 加I3 两区 就等于 2.8 加7.2 等于 4.0 这是 用 跌价远离来计算 这个点路 现在我们用跌价远离来计算 这个点路 这个点路 我们刚才用 支路点路法算过了 我现在再用跌价远离来计算它 接 我们先看 US 单独作用 它的 正好点路 是这样 把这个 点路 拆开 把点路远去掉的时候 把点路远转开 I1匹和I2 1匹数字相当 就等多少呢 15-4 除以 乌欧姆 加10欧姆 就等于1两匹 然后我们算 接个点路远载远作用的时候 这是点路远载远作用的时候 它的增效点路 这个时候把点牙远 又取掉了 就去掉了 担路了 点六 也保存了 那么点六 乘乘的点右呢 被这两个点数 y6 但是 爱仪 两前 和I2 两天 爱仪 两前 乌欧姆和 是欧姆 亨 分族 三余 点数小 这分 guided 点数大 一点 完 无论分为两两配点柱 是无论分为一个点柱 i二两片是一两片 这样这两个点柱合下来是三两片 然后这两个点柱 共通作用时 我们看i1 在i1一片 兼取i1的两片 i1的两片 与i1的方向 前科方向是相反的 和数据在好 1兼取这个2 等于-1两配 然后i2 等于i2一片 加上i2两片 i2这三个点柱 和i2一片 还有i2两片 三个点柱的方向 前科方向相控 所以这是正好 和数据在好 1加1等于两两配 这个1负应原和两两配和我们前面 计算的结果是相同的 注意问题 使用叠价原理的时候 注意最后叠价时 要注意各个变价 点柱 它的反应量和中量的 参考方向问题 前面我们所提的说 得讲过这些问题了 第二个 叠价原理 只适合于计算 线性电路 也就是不适合于计算 非线性电路 叠价原理 只能分析 点阳和点路 不能用于计算 拱率 因为拱率的计算公式 P等于点路的拼簧称价2 它只是个 这个公式的一个 非线性的公式 它没有整符号 或者如果点路是负的话 一拼簧一货也变成正的 这个拱率 不能用点原理的计算 下面我们看 我们叫采访 这个理题 一拼 八拼簧 点路路图 适用跌价原理 就通过点牙原的点流 点牙原的点树是 I5 和点六原两百的点 U6 我们来看 这个图形 四个点树 R1 I2 R3 R4 它是狗生一个点桥 然后这里 这一个点六原 点六原的数字是两原配 这里这一个点原 点原的数字是四负 这四个点树 分别叫I1 I2 I3 I4 I5 这是指数点树 现在我们 要去用电原理来计算 再考虑一下 如果我们不用电原理 也可以计算 就用前往我们讲的 里面防冲的方法 支路点流法 里面防冲 不过因为这个点路 它一共是六个支路 出去一个点六原支路以外 还有五个支路点流 你需要里面五个防冲 那这样五个防冲 是很难修解的 像这样的点路 用电原理 就比较容易计算了 我们下来看 点牙院 单独作用时 点牙院 单独作用的时候 就是把点六院 转开 把点六院 转开以后 这就成立 一个非常简单的 点树 就串量 顶来点路 所以这个I五一匹 就等于这个点六 加这个点六 或者等于I二一匹 加I四一匹 I二这个点流 就是I二和R一架下来 除以US 对的 I四一匹这个点流 就是R三和R四 这两个点五架下来 除以这个US 把数据代表 US是师傅 R一 I二 R三 R四 算回来以后 是325mP 这个I五一匹 来我们看 这个电压怎么计算呢 电压 我们可以这样算 这个电压 就等于这个电子组合电压 加这个电子组合电压 实际上呢 我们在这里也用了这个 结合是电压定律 就是U六一匹 等于I二 I二一匹 这个电子组合电压 再兼去 R四 S一匹 因为这个采合方向 S点六是超右的 我们就用尖 然后把我们前面算的数据 带好 I二 是1欧姆 I四 是3欧姆 这个I二一匹 就是这个数据 就是这个数据 I四一匹 就是这个数据 把这个数据带好以后 算出来是个 负地 一间 其无负 总体来讲 这个 点牙院单独作用的时候 很容易计算 像我们就看 点六院单独作用的时候 点六院单独作用的时候 需要把点牙院端录掉 这个地方就很难计算了 我们从这个图后来看 是这样 爱无良情 就在这个节点来讲 I二 就正于I四 夹 也就是 夹I五 叫I二两匹 是流露的 正于这个I四两匹 是流出的 再和I五两匹 是流出的 这是点六院单独作用 那么I二两匹 和I四两匹 怎么求呢 我们把这个图形 再变换一下 我们把这个图形 变换成右边 这个图 咱来看 在这里 在这个 在右边的图 R一和I二是并联关系 就像在左边这个图 R一和I二 它也是并联关系 为什么呢 I一和I二 这两档结了一块 另外 I一的这一端 和I二的这一端 它也是端录的 也是并联了一块的 所以这是一个并联关系 从右边这个图上看 R二三和R二四 也是并联的 那么从左边这个图来看 R二三和R二四的这两档 结一块 写点六院 另外的两档 也是并联的一起的 那么也就是说 把I一和I二 才能并联关系 以后 才能并联关系 这个U IS 把R四和R三 并联关系 RS 我们可以求出 I一 两条 I二两条 I四两条 和I三两条 求出来以后 再根据这个图 求出I五两条 这个计算过程 我就不想了 希望大家自己看一看 因为这个地方 可能 大家可能觉得比较难 难在哪里 难在你能把这个图 变返成这个图 能看出它是一个 串并联关系 就容易计算了 如果看不出 是串并联关系 你这个图形 是很难计算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灯效电路 另外一种灯效电路的方法 这是点六元带路作用 前面我画成了这种灯效电路 大家看看 也能不能把这个电路 用这个电路来灯效 大家可以自己琢磨一下 这是一个图形变幻的一个问题 我给大家看就像这个图形